大家好,我是沐妍 大家看一下,我又是一个人独守空房 出来这么久了 然后在这边的话,什么都还是比较习惯 毕竟不是第一次到这个位置来嘛 然后在这里的话,我觉得什么都有 就是有点无聊 外面的天气,你看,今天是大太阳 但是我刚才出去拍了一个预料视频 然后就回来了 电话来了,等会我看一下 杰哥打电话来了,我也正准备在这里 喂 老婆,干嘛 你在做什么呀 我正准备在这里拍个视频 然后你就打电话来了 预料之外呀,这是 是 拍视频了 嗯 哦 拍什么视频了 我本来是想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里这段时间的 嗯 心得 就是 然后状态吧 呵 哦 那刚好打电话过来了 那现在就分享吧 顺便让你老公也听一下 你也想听啊 呵呵 嗯 你想听,你一说的我紧张,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呵呵呵 我也找不到是什么原因,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是我 经验不准备 经验不准备 我都 那个用词不准备 对 多多学习吧 可能是我自己没做好吧 然后 哦 哦 不过是你啊 包括我自己以前在家里直播一样啊 这就是最近要求太严格了 这是一方面 然后 然后 有的 我觉得像衣服服战那些 就是 品牌方的那一块的话 准备工作也做的不足 然后就是很多准备工作都没太安排好 没弄好 然后就又急忙又开始直播了 我觉得这都是我 都是我没有提前沟通好吧 应该是 所以说 哎太多原因了 我不知道怎么说 哎 这个一步一步来嘛 不要急 嗯 真是虽然说消耗不理想 但是最起码学到经验啊 对 嗯 就是以后出来的话呢 就是这些遇到的情况 遇到的问题可以避免嘛 对吧 对 尽量避免就好了 嗯 其实出去一趟 不管装不装的钱 那个是七次 嗯 最主要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这也是一匹包围的菜 本来我是打算今天回去的 就是之前那个老板娘联系我了 她跟我说她说 要不你明天再来试一下 最后一场 你看能不能搞定 如果说 还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就回去吧 她是就劝我嘛 她说要我不要 就这样轻易放弃 她说还是要我坚持下来 因为毕竟出来一趟 嗯 像这些品牌吧 他们都知道的 就是出来一趟的话 开支啊 做啊 吃啊用啊 对不对 都不容易是吧 她看我前几场可能也播的不太顺利 然后她想问我 嗯 就是还要不要 试一趟 我说 我就答应了 我说那就行吧 就是那个之前 播的那个珠宝的那个老板娘吗 对那个珠宝的那个老板娘 挺好的也是 嗯 嗯 嗯 那那行啊 那个珠宝上手 我也播过两场了 嗯 嗯 他们反映 这两个方面都会行 对 所以我刚 毕竟也不是说 什么一个就是 新的品牌嘛 她是之前去播过嘛 然后很多朋友也收到过 然后也会给我反馈 还是挺好的 所以说 在老板娘 我跟她接吃两次了 我觉得人也挺好的 也没有什么 让我没有什么压力 所以我还是想试一下 想坚持一下 这些东西 反正就是 不要给自己太太压力 知道吗 嗯 顺其自然吧 实在不行 就打包回家 你说呢 哈哈哈哈 哎呀 说了 不是得说了吗 就是 就当出去抵游一下吧 放松一下 然后你就 到那个珠宝包了嘛 过来你就回来 嗯 我想努力一下嘛 不管结果如何 只要自己坚持了 努力了 然后 就是 就是 付出了 我觉得总会有回报的 你说的 是吧 对 是的 加油吧 不要给自己太太压力 知道吗 知道了 本来我是想跟大家聊火天 说一下的 然后你就顺便打个电话过来了 我还是让你拍子拍子 往那边走 不知道谁打电话来的 哈哈 你看是你 哈哈 那好了 那没什么事啊 就是打电话给你看一下你在做什么 没做什么呀 就呆在酒店了 除了呆在酒店我还能做什么用 刚才去把那个预热视频拍了 嗯 好 嗯 那好了那你你我先挂了啊 好 嗯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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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想到我准备 嗯 这个时候才会打电话过来 啊 好了 朋友们其实也没什么 嗯 只是这样聊一会的话 自己可能没那么 没那么紧张吧 反正 就像杰哥说的 顺其自然 还是那句话 坚持坚持 再坚持 是不是 好了 朋友们明天啊 明天我 嗯 我主宝 明天下午一点钟 拜拜 到时候有好看的 你看 这个 这个 反正都有的 好不好 就这样了 拜拜